马来西亚顶级手套集团推动竹筒岁月 在公司带动行善风气 整个公司有18千员工 所以我们每个星期一 把我们的资源全部集中在一起 来鼓励他们做好事 要做好事 做好人也是要顺练的 我们要好的资源 健康的资源 身体健康 事项也要健康 不只是赚钱获利 更看重社会公益 也是慈激志工的丹思李林伟才 和潘思李董秀美 希望公司聚会能汇聚点滴爱心 其实我们是想要借这个机会 鼓励我们所有的员工 都可以来参与这个 用小钱行大山的这种精神 就让大家有机会去行山 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社会 很多那个乱象 就希望大家要进化人心 要从每一个人开始 资源不是富贵的 而是详细的 之前我们在资源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可以资源给他们的资源 其实我挺有趣的 所以我提供 我们可以资源给他们的资源 给他们的资源 可能我们可以资源 做什么 企业带动员工养成 日行以善习惯 手中零钱 也可以发挥 存小钱行大山的力量 大海新闻代回答 马来西亚报导 小小